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为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果然 在那以后 叶智超官运哼哼 激功至总兵 特别是加入淮丁后 深得李鸿章信任 着身为之力提督 还赏穿黄马挂 像是当初申辩死 一生真伟赴谁知 假如叶智超在此前的激战中战死 后面那些烂事就不会有了 他也不会以逃跑将军的罪名 被钉死在历史的支辱柱上 1894年初 朝鲜发生东穴党起义 日本趁机而入 发动新朝战争 因朝鲜政府的请求 清庭决定出兵朝鲜 李鸿章派遣叶智超帅不前往 叶智超不想去 托人向李鸿章求情 李鸿章说 义未必辩诈 可气 于是叶智超在坠坠不安 重帅太原镇总兵蔑士成等 清军两千余人奔赴朝鲜 驻守卫于朝鲜西海岸的崖山 没想到 越是怕什么 就越是来什么 清军抵达崖山没多久 日军就水路并进 前后夹击崖山 叶智超命叶智成率部 在承欢阻击日军 就在清军在承欢与日军集战时 叶智超不但不派兵援助 反而撒腿往平壤逃去 叶智成在承欢设服 杀伤日军千余人 由于敌众我往 被迫撤退至平壤 叶智超向清廷谎报军情 趁承欢之一旅上 窝死二千多人 叶冰死二百余人 并将逃跑至平壤 谎报成一路打败日军而转移到平壤 清廷文报大喜 奖励两万银子 又将叶智超提拔 为平壤清军诸军总统 你看 在战场上逃跑 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升官了 是不是好讽刺 甲午战争爆发后 中日军队在平壤展开决战 当时 中国军队共有一万五千人 日本军队共有一万六千人 双方实力旗鼓相当 然而 叶智超毫无斗志 一再措施良机 当日军尚未集结时 中国军队战优 光绪帝催促叶智超主动向日军进攻 叶智超却亦不进攻 二不布置防守 后来 日军集结完毕 从四个方向同时进攻平壤 各路守军都在顽强抵抗时 叶智超拒绝发兵援助 一门心思只想弃城逃跑 清军建威将军左宝贵 看穿叶智超心思 让人监视叶智超 不许他逃跑 可是 后来 左宝贵在与日军集战中不幸中炮身亡 叶智超便铁了心要逃跑 叶智超耍了一个小聪明 他假意向日本投降 趁机逃离平壤 将大小炮四十尊 枪万鱼之 以及许多良想白白丢给日军 日本人不是傻子 他们假装应远投降 实际上在半路进行劫技 于是 当叶智超从平壤逃跑后 又遭到日军袭击 伤亡惨重 清军弃城逃跑 引起了朝鲜守军的愤慨 他们在清军出城时从后面进行枪击 打死打伤许多清军 后来清典人数 清军在逃跑时伤亡两千余人 远远高于守城时的死亡人数 叶智超这一逃跑 一路上犹如惊弓之鸟 生怕日军追赶上来 根据清史稿记载 叶智超 静定州 意气不守 去五百余里 渡鸭鲁江 入边使之焉 一路狂奔五百里 从平壤跑到鸭鲁江边 后来的非将军孙元良 恐怕都要自愧不如跑 在中日甲鲁战争中 叶智超的逃跑 影响极坏 一方面 中国丢失了屏障 失去了整个朝鲜 从而没有了朝鲜这个地域日本的天然屏障 另一方面 开了在战场上不战而逃的先例 在那以后 又出现了大连 吕顺首将 北凉水师方伯谦 吴敬荣等高级将领 不战而逃的现象 令人恶望 出人意料的是 叶智超回国后 没有受到像样的惩罚 清廷只是将他指武则处 就是这样 李鸿章还希望将他留在军营中效力 知识清廷坚决不远 这才作罢 后来叶智超经过刑部审券 定为展现后 不久便预设归 回到老家遗养天年 1901年 叶智超在家乡病逝 中年63岁 算是寿中正寝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关机 对 请と订阅